邓小平在自己的文选中说,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。 华东野战军副政委谭振林是如此评价的,贪天之功,无耻之忧。 今天我们就聊聊邓小平的这段历史。 1946年6月,全面内战爆发。 经过一年的大小战斗,到了1947年7月,国民党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。 共产党正规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。 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 毛泽东认为,全国性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,应当以主力达到外线去,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。 邓小平见毛泽东夺取中原的决心很大,便也跟着鼓吹夺取中原。 于是,毛泽东选择了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。 他派遣刘伯承,邓小平指挥的禁忌鲁狱野战军主力为中路,实施中央突破,直奔大别山, 并把当时军队中的重炮等先进武器配备给了刘邓,对他们寄予厚望。 同时派遣陈毅,速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,挺进苏鲁狱晚地区。 派遣陈庚,谢富志指挥的禁忌鲁狱野战军一步为西路,挺进玉西。 由于没有后方支持,刘邓率军刚出发不久就被国民政府军赶着跑。 刘伯承,邓小平请示毛泽东是否应该撤回闪干。 领袖毛泽东答复,若可撤回闪干,则可否则南下。 此时回闪干的路已经被封锁。 刘邓自然也承担不起撤回闪干的风险,只有继续南下。 南下要过黄泛区,那是一片沼泽。 1938年6月,蒋介石下令炸毁位于花园口的黄河大堤, 以阻击日军咆哮的黄河水一泻千里, 导致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三省共44个县成为一片汪洋。 由于决堤前国民政府并未进行人员疏散和撤离, 下游的百姓毫不知情。 受灾人口超过一千二百万, 仅玉东和安徽北部的百姓据统计就淹死了八十九万人, 并直接导致了四年后河南的罕见大饥荒, 三百万农民死于饥饿。 国共内战,与其说是毛泽东的胜利, 不如说是蒋介石的失败更为确切。 邓小平政委主张炸掉重装备和补给轻装南下, 刘伯承则十分犹豫, 炸掉重装备固然能解决眼前困难, 但没有重装备的军队命运会如何。 上一次扔掉重装备是在长征时期, 红军被打得哭爹喊娘。 在邓政委的催促下, 刘伯承炸掉了重装备。 即便如此, 仅仅四十华里的路程也整整走了三天三夜, 扔掉重装备的刘邓大军, 在黄泛区没有任何隐蔽处, 十二万大军陷在淤泥中遭到狂轰滥炸。 到达大别山的刘邓部队疲惫不堪, 缺少弹药和补给, 白虫喜紧紧就地调动了三个整编师, 采用兼臂青野的作战策略, 由东南向西北如同收割机推进。 刘邓被打得丢盔卸甲, 军队损失过半, 装备和实力大不如前, 打下的根据地也几乎丧失。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 群众从来不会雪中送炭。 所以刘邓大军既没有战过, 也发动不了群众陷入困境。 刘伯承和邓小平如同贫贱夫妻, 争执不断。 与此同时, 华东的素语, 东北的林彪, 西北的彭德怀都有娇人的战警。 特别是华东, 毛泽东在抢占东北时, 打了几个翻身大硬仗, 把国民党部队吸引到华东战场, 帮助毛泽东渡过了南关, 同时也让刘邓在大别山不至北歼灭。 毛泽东原本是一面夺取中原, 一面解决东北华北, 最后拿下淮海地区。 素语则提出一个大胆构想, 由刘邓的大别山部队在西线, 素语的华野在东线, 两军合起来打一个淮海战役。 如果蒋介石不想打, 则刘邓或素语一部可以渡江, 威胁南京。 如果蒋介石想打淮海战役, 那么蒋介石就必须把部队向北调动, 这可以把共军的运动战优势发挥出来, 而且蒋北进会使蒋介石的后方空虚, 这样蒋介石就不能专心于北线战事。 这样, 困在大别山的刘邓六万军队, 就能从死骑变成活骑。 毛泽东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素语的构想, 另一方面又担心刘邓军队武器不足的问题, 更担心素语如何能指挥刘伯承、邓小平。 素语提出, 可以让刘伯承、邓小平做淮海战役的总指挥, 实际就是给个空名让刘邓出兵。 毛泽东更进一步, 让陈毅去监军压着刘邓上阵, 然后给刘伯承、邓小平安上总指挥的名头。 刘伯承听到陈毅的传达后, 刘邓反复和毛泽东发电报, 强调与国军精锐作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, 违背毛泽东的保持有生力量的方针。 此时的陈毅如果不力压刘邓出兵, 那么陈毅的华也就必须单独作战, 于是他协调素语给刘邓提供了大批武器。 华也司令陈毅被素语架空了, 自己的血本也被素语压了上去。 陈毅后来揭发素语是第一阴险小人就是说的这一点, 但这种人事安排并非素语的计谋, 而是毛泽东的杰作。 很快,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, 由陈毅、邓小平、刘伯承、素语、谭振林组成。 邓小平、刘伯承实施务的发电报说因通讯工具太弱, 故请军委对素谈方面多直接指挥, 要求中央直接与素语联系。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,邓小平、陈毅、刘伯承都不曾使用总前委名义发布电文, 直到渡江战役局势已定, 才开始使用总前委名号, 如同陈毅继续兼任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一样, 仅仅是个摆设。 共产党高级干部里只有两种人, 一种人琢磨人,一种人琢磨事。 素语和林彪同样来自井冈山, 虽然没有林彪的学历, 但他比林彪更多地接触毛泽东。 1929年,毛泽东被撤销了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去福建养病, 素语奉命率领一个连去保护他。 与毛泽东朝夕相处, 但素语却只是履行自己的保卫职责, 并未与毛泽东有什么深交。 甚至在中央红军长征时, 还被当成了弃子。 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, 但与领导的关系更重要。 1958年,彭德怀准备对军内教条主义进行批判, 毛泽东则抓住时机, 把军内的批判升级为军内整风运动。 任命邓小平担任组长, 批评对象除了刘伯承, 还有素语, 肖克, 黄克诚等。 众人纷纷卖力揭发, 担任总参谋长的素语, 被总结出三个问题。 第一个问题说, 他与陈毅、 聂荣真、 彭德怀三位领导一向关系不好, 说他一贯反领导。 第二个问题是他违规调动的军队, 被定为争夺军队领导权。 第三个问题是, 他在出访苏联的时候, 与苏联参谋长的对话, 被定为告扬状。 这些问题是可大可小。 此后, 虽然他一直担任八、 九、 十、 十一届中央委员, 但从此远离了政治核心。 因为他不是当权派, 在后来的日子里, 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。 但他头顶的帽子, 从未被摘掉。 毛泽东死后, 眼见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被平反, 素语也到处活动。 1979年邓小平主政后, 除了毛泽东那敢其不想扔, 早就抛弃了毛泽东那一套, 美其名曰社会主义触及阶段, 其实就是搞官僚资本主义。 说自己是一把尖刀插到了奖的胸口, 牵制了国民党部队。 东北华北打得好, 全是自己在大别山默默无闻, 忍辱负重的功劳。 甚至说, 淮海战役是我亲自指挥的。 如果说毛泽东是要冷藏素语的话, 那么邓小平就是要冷冻素语。 毕竟毛泽东能压得住素语, 但邓小平未必。 战功不仅不是素语平反的资本, 反而是平反的阻碍。 况且, 当时反对军内教条主义是毛泽东部署邓小平执行的, 如果给素语平反, 就是否定邓小平自己。 更让邓小平不悦的是, 1979年邓小平想打越南, 但叶剑英, 素语等军人都反对, 只有会计陈云支持。 在国际上, 也只有朝鲜和柬埔寨两个国家, 从语言上支持打越南。 素语后来, 甚至说是越南战争是指挥的失误。 陈庚曾对素语说, 古往今来, 两种人最危险, 一是功劳太大的人, 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。 素语是两者都具备。 1984年素语去世, 遗孀楚清便开始到处上访, 要为自己的丈夫讨回公道。 叶剑英, 胡耀邦均表示支持为素语平反, 但最终都不了了之。 1985年拍摄《黄桥决战》, 影片的主角是陈毅和素语。 电影审核的时候, 素语的名字不被允许出现, 导演将素语改名为《古营》, 才得以拍摄。 1988年, 《素语战争回忆录》出版, 其中关于淮海战役的部分是一片空白。 事实上, 主义之争路线之争常常只是斗争的借口, 批判和平反从来没有什么客观标准。 江泽民时代, 素语所在华野的参谋长张震担任了军委副主席。 素语去世十年之后的1994年被平反。 没有关系, 跑断腿也办不成的事情, 有了关系, 就是一句话的事情。 当然, 素语的儿子素荣生也得到了补偿, 尽管他被称为军中赵阔, 治下的士兵甚至对他开枪, 但作为红二代, 素荣生仍于1998年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, 并在1999年晋升中将。